一把钢刀穿透的瓶子为什么不会漏 非常简单 其实这把钢刀是道具 看一下中间是弯曲的 接下来这里有一瓶普通的可乐 没有任何问题 把它放进这个盒子里面 拿一个钢板从可乐的中间这样穿透过去 然后把可乐可以丰生 手可以伸过来 没有任何东西 再把它拉回来以后 划出钢板 钢板完好无锁 可乐也完好无锁 它是如何做到的 非常简单 其实它是用吸叠石吸起来的 接下来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普通的杯子 里面装着红色的珠子和绿色的珠子 我把红色的珠子倒进里面 接下来把它拔过来 在这个地方轻轻的摇晃一下 你会神奇的发现 红色和绿色顺间分开 它是如何做到的 也非常简单 其实绿色的珠子是用线穿起来的 接下来这里是一部普通的纸牌 没有任何问题 把它拿在手中 仔细看 一二三顺间消失 再次消失 从嘴巴里面拉出来 它是如何做到的 教给大家 把它拿在手中 一二三的时候呢 大拇指卡住 快速过旋 然后斩开双手 卡在胸前 像这个样子 直嘴的时候呢 把它塞到嘴巴 拉出来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每天学魔术 你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 我 你学会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